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向逃亡 向生知 向绝望 向罪恶 向遗弃 阴谋 刑罚 暴力 自枪 它在这些与会中 在这些概念中去表现存在的界点 所以它思想才是我们存在的另一个侧面 还有一个极端的作者是孙甘露 大家注意这些作者都非常奇怪 就是他们的经验 苏同事上了大学 考上本师大 但是他的写作课不及格 然后他躲在心理学 大家注意到他躲在地理系和体育系的教室里面写作 这是一个很富有象征意义的行为 地理系 意味着他找不到自己的地理的位置 那么体育系呢 他一直躲在一个四肢发大 头脑简单的一种地方 去磨练他的大脑 孙甘露 这个余华呢 余华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 那么尽管说 他经常说自己是研究生学历 这个文凭呢 基本上属于克雷登大学的文凭 就是他实际上呢 大概中学里面鬼混了一下 他主要的职业 主要的教育是做一个牙科医生 来存在的 很多年来就说他跟他的叔叔呢 学做牙医 在那个街上的路边 大家看过那种 把一个摊子放一些老五钱 一些镯子 对吧 一些锤子 在那个街角 那学着牙齿痛了 那那个老五钱和镯子敲起 然后用老五钱把它拔下来 那么经常把好的牙齿拔了 把坏的牙齿留下来 所以做一个牙医呢 他看那种鲜血淋淋的这样一个状况呢 他是看得非常的多了 他经历了那种鲜血 这个看到那么的痛苦 所以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经验 所以我们看看作家 他确实是需要一些特殊的经验 孙章路呢 他也没有受过这回教育 他是一个邮差 邮定员 大家看看那个骑着自行车 那个时候没有摩托车 骑着自行车 满街 跑 送信 但是孙竿路呢 据说呢 这个他非常钢琴 他是一个 原来给大家看过孙竿路的照片吧 是吧 没有看过吗 有看过啊 是不是这里面前面也有 孙竿路 于华 隔飞 这个孙竿路 这个已经是轮到中年了 年轻的时候非常帅 但是我知道他呢 有几位女朋友和妻子 这样一些 像那个上海青年画剧院的 当年的头号女演员周孝丽 是她的前妻 周孝丽 不知道大家演过很多很多 我都不知道的电影 那个 我今年 今年六月我到上海 这个孙竿路带我到一个 张爱玲旧居的 那个一个咖啡馆 张爱玲旧居啊 她那里现在坐了一个咖啡馆 我们俩坐了那盒咖啡 怀念起 我们青年时代的战斗岁 现在都能到几年了 你看我们这些人都老小了 所以世界是你们啊 这个 所以当时看孙竿路的小说 非常的离奇 就兴死之寒 也是发给在收获上 这叫中篇小说 如果是发给在别的地方 你说是中篇小说 人家可以不成论 但是收获 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学刊物 是吧 那么在这里被论命 命名为中篇小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的中篇小说 汉语的中篇小说到什么地步 信息之寒有没有看过大家 啊 这个是啊 它通篇呢就是用54个姓氏 什么什么这样一个句式 来展开的 然后都是充满了那种 非常抒情的那种意味 因为大家要是读过了我就不用举例子了 但是我没想到你们没读过 这有点出我的意料 就是大家会知道嘛 就是说 现在我要描述这个可能性也很难了 就是姓氏 什么什么这种句诗 一句诗 然后面的描述呢 就是解释姓氏什么的这种概念 那下节课我再跟他弄一些电子版本来看一看 它是这样一种东西 通篇都是这样一个跟诗一样的 大家就把它想一下完全是诗的那种小说 所以这种东西被称之为小说 这可以看到 当代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这种方法性 对汉语的那种故事性 冷物的完整性 性格 刻画什么等等 这些全部都颠覆了 小说就是一种语言的碎片 语言的狂欢 语言的无止境的这种自我播放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东西 那么孙开禄还写过《反过梦境》 就是他这个小说就是把梦境和现实混为一谈 孙开禄的小说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小说呢 基本上是非现实的经验 在非现实经验中呢 他有一种非常华丽的优美的这种巨师 而这些巨师呢都跟平文一样的 那种优美 对称 排比 乱兴隆 抒情 他是这种巨子 所以 《兴死之寒》也可以作为是当代最 现实的小说没有多大区别 他的小说有故事 大部分的小说有故事 所以他有一篇小说叫做《弥州》 当时也是发表在87年收获的第六期上 这个小说呢是讲述北法军某旅长肖和表妹姓的故事 这个肖和姓呢是表兄妹 这个姓的父亲是肖的舅舅 肖去跟他的父亲的缺姻 大家知道在过去这个 这个旧表姐妹表兄妹结婚是吧 《红楼梦》大家看看是吧 加宝玉和林黛玉 这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是吧 那么 所以 《清晨之歌》那个林道静是吧 说那个江华 是他的表哥来了 表哥 这个都 你们现在都 都无所谓了哈 那么 叫表哥在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嘲笑 表妹来了 表哥来了 这个都是 我们开玩笑说这是有问题的哈 这是有问题的 这个表哥表妹 都不能随便说了 他肯定是关系非常一般的 非常一般的 那么 这个 肖呢 他就 有一次 中午表妹在那里睡觉的时候 就午休啊 他跑过去 把表妹的衣服呢解开来 这个动作其实挺不到底的好 但是 表妹呢就没有吭声 表妹呢就 其实 解衣服肯定会惊醒 是吧 但是表妹 没有惊醒 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暗示 这是一个细节 就是表妹是喜欢她 是吧 至少喜欢她去解她的衣服 是吧 所以 她这个细节遗留下来 她以这个细节的暗示 她和表妹 表妹相互之间有一种感情 那后来这个 肖就去参军呢 当兵呢 当了北法军的一个旅长 然后就 打回来 住在她家的附近 那么那个时候呢 她又和表妹的这个 发生感情呢 发生 发生感情 发生感情呢 那么这里面出现这么一种故事 其实当时北法军他们也分成很多的派别 是吧 各种派别 肖呢 被 就是肖去这个地方 驻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肖的哥哥 是对立的一个军 对方的一个敌对军的一个师长 比如说这种 那么肖的上司呢 对肖不信了 他弟弟跟哥哥可能要 哥子带着军要打仗 不信了他 交代那个警卫员 就如果肖跑到渔关去 因为他的哥哥住在渔关 跑到渔关去 他回来就把他打死 但这个细节是直到最后 才交代出来的 但小说一直写的是肖跟那个表妹的感情 跟表妹的感情 那么 结果肖和表妹的关系呢 被他的媚夫发现了 他的媚夫呢 是一个淹珠屋的 在当地的有这么一种风隙 这个我也不知道真和假 小瑞有这么写的 就是如果女性出去偷情 男的呢就可以把女的淹了 这个是非常 在过去 残害妇女啊 是非常残暴 是吧 非常残暴 大家不知道这个 这个动作是怎么完成的 你们可能 没有上过身体接口课 这个然后呢 这个有一天呢 就他的媚夫就把肖掉在屋里的 掉起来 凉上 然后就把这个妹妹把肖把它淹了 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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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性淹了 这是非常残酷的 非常残酷的对妇女 就是会迫害妇女 这个是对妇女 非常残暴 然后就把肖 就把性 放回他的家去 但性的娘家在余关 那么肖呢 就也到余关去 在半路上就遇到他的姐夫 他的姐夫就说 你到余关去 他本来要把他杀 是吧 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他还要跑到余关去 那么就要把他杀 结果呢 他怎么又一转念 也没有杀他 但是出现一个细节 就是他当时肖按说 他是军人 应该带枪 是吧 他拿着刀他带枪 他这个肯定不起作用 结果肖忘了带枪 所以军人居然会忘记带枪 我就像我们现在出门忘了带手机一样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但是想说 就依靠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太重要 因为他一直要发生作用 结果他没有带枪 但是他就把他放了 他的这个媚妇把他放了 他就去余关 但他去余关是干什么呢 去余关是给他的哥哥送情报 还是说去看信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 这个人 销从余关回来 回来 推开门 警卫员拿着枪对着他 他这一向吃惊了 他一摸身上 没有枪 他就看到没有枪 那么 这一向 警卫员就 他摸了没有枪 但是他找枪也来不及了 他出门忘了带枪 然后警卫员就朝他开了枪 一开枪他就跳起来 跳起来 当然想说还有一些细节 跳到什么基隆上 七七八八 他故意进行这么一种描写 但是被警卫员打死了 那么这个小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蕭到余关去 到底是干什么 他去看信 那么 他的妹夫把他放了 他妹夫 那就是说 那你去看那个婊子吧 把他放了 那么警卫员认为呢 他去余关 是去送情报 结果把他打死 所以这两个读者 对这么一个情节 都是误读的 所以小说呢 作者一旦不是全知全能的时候 他的整个小说的解释 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小说 大家会觉得 显得非常的奇怪 是吧 本来是作为小说高潮的时候 是吧 不管是从哪一个现象来看 这个细节 它都是一个高潮 他去看这个信 信已经被 受到身体受到残害了 那么他应该是 两个人相见 抱头痛哭 是吧 那么 然后 发誓 然后爱的更深等等 这都是推了内向 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 但是没有 他省了 那么 接着肖去送情报 那么这也应该是非常的壮烈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描写 是吧 他非常矛盾 自己身在北湾军这边 那么 有他非常复杂的那种政治的立场 他重新那种选择 他肯定是那个抽烟 和命的抽 然后这个坐在那里非常的痛苦 皱着眉头 但是最关键的一点 最后在门口徘徊了半天 把烟头一愣 然后就进去了 把那个情报告诉他 哥哥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现实主义 完整化的叙事中 它是作为最重要的环节 要凸显的 但在那里他把十三个人 我们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小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方式来 完成他的一种逻辑 所以可以看到 先回想说 这个时候他要用他的叙述 来影响小说的意义 要由他的叙述 来决定 叙述方法 要来决定小说的一种意义 他不惜把最重要的环节 把它阉割掉 把它高潮阉割掉 所以里面有一个动作 就是阉割 他的媚夫啊 很阉割 他的妹妹 表妹 所以对于 当代的先锋派的作者来说 他们也不惜 以一种最拙劣的 一种角色 扮演一个 这样一个燕珠者的角色 大家知道燕珠啊 在我们这个 南方 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燕珠啊 北方的珠都不燕吗 都是满街乱跑 燕珠者的这个角色呢 是很卑劣的角色 就是他们 他们也是属于作恶多端的 大家理解吧 就是说 在民间 就这些人呢 都是被 所以 经常会娶不到老婆 一般 女的不愿意嫁给这种男的 但是属于 这个 属于 也是属于 残害生命的这样一种角色 那么 先锋文学呢 他不惜扮演这种角色 把 高潮 给他演 阉割掉 当然87年 还有别的小说 这个 我不太 现在 我没有时间去更多的解释它 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书 那么88年的收获呢 再推出一组小说 那么 这一期其实还有 马云的死亡的诗意 但是 没有被 能够注意到 有苏彤的殷树之家 殷树之家呢 我觉得是显示了苏彤的风格 我觉得是苏彤最好的 中篇小说 也是 当代最好的 中篇小说之地 好 当然 因为这篇小说呢 我要在 明年的课 要 去分析这篇小说 所以今天我就 不多讲 那么我想 想 表达的是 他如何把地主阶级中 腿败 把他的那种 绝望 以一种深知的 一种错乱来表现 所以这是苏彤 重写阶级的一种关系 重写中国地主阶级命运的一种方式 一方面种的是殷树 是吧 另一方面他生殖出了问题 殷树是一个腿败的一种毒 有毒的花 这是一个毒品 但是他们种植毒品 通过种植毒品了 他们发达了 但是地主阶级最后的 这样一个 最后的一个后代 就是这个成草 是不是你们就不打算 上明年的课了 是吧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看出来 大家和我已经 绝情了 等我的缘分快进了 没有一个月 这个因素之家呢 他实际上呢 是讲一个地主 是吧 刘老侠的故事 刘老侠呢 他生不出孩子 他生的孩子呢 都是畸形的 甚至要么长着尾巴 要么三条腿 只要扔到河里面去 是吧 他认为这个地主阶级是血脉的 已经乱了 但是他们家呢 是靠种植因素 把大片大片的土地的 收买过来 收买过来 然后种植因素 他们家的钱 越来越多 所以大家知道 认为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衰败 和鸦片的关系 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解释 有一派的历史学家的一种解释 或者他的一种解释 那么苏同贤呢 他是用这个来解释 就是鸦片对地主阶级 中国人地主阶级的一个衰败 就是中国 中国在那个年代 土地高度其中 以及呢 他的生产方式的 是种植毒品 这种方式 来提高他的生产力